哈囉,歡迎來到溫吉他志,我是魏 那這是一個吉他教學的頻道 那在今天這支影片呢,想要跟你分享三個吉他的小故事 以及跟你介紹說我接下來想要拍一系列的初學者系列影片 那為什麼想要拍初學者系列的影片呢? 主要就是每次跟朋友聊天啊 他就說,欸,問你聽說你在網路上有在教吉他 那我什麼都不會,我可不可以去你的頻道學吉他 然後我都有點尷尬地回答他說,欸,可能沒有辦法 因為我的影片好像都比較適合說,欸,你有一點程度才看得懂 所以我想了很久,想說,欸,這樣真的不行 我一定要拍一個初學者系列 所以呢,這支系列影片就是會讓你說,欸,你是完全沒有基礎的新手 那你也可以看這支系列影片,學到就是可以完整的自談自唱 這個就是我這支系列影片的目標 那在跟你詳細講解這支系列影片之前呢 想先跟你分享三個吉他的小故事 那為什麼要分享這三個小故事呢? 因為我就想一想啊,學吉他這件事,欸,真的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 然後我問過一些人啊,發現,欸,只要是學了吉他的啊 沒有一個後悔的 所以今天就來跟你分享這三個小故事 那第一個故事呢,是觀眾寫信給我的 然後我就會非常喜歡他這個故事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說他是13歲開始學習吉他的 那為什麼會開始學習吉他呢? 主要是因為有人送了一把不要吉他給他 他就發現說,欸,彈吉他啊,一款音樂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他就開始彈 然後他就說,可是他其實在彈吉他之前啊 他自己的個性是非常沒有自信 然後也非常容易自卑 然後因為開始學了吉他,他才開始感受到說 欸,原來自己並不是那麼的無能 其實是可以表現一些東西的 所以他就開始慢慢的去練習他的吉他 然後不斷的重複練習 然後直到有一天他開始把自己的歌 然後就是分享到一些社群軟體上啊,社交平台 欸,然後有些朋友就幫他拍手按讚 他就那個時候就覺得說,欸 吉他真的給他的一個,就是非常有自信 然後他也就是每天開始練習拍片 然後慢慢的整個人就變得越來越有自信 那也透過吉他去彈一些歌 給不認識的人聽啊,去街頭表演 然後用吉他把音樂帶給更多的人去認識 然後他覺得說,吉他和音樂能夠出現在我生命中 真的是一件非常感恩的事 是吉他讓我成長,讓我變成一個更完整的人 聽完真的非常感動 這是第一個故事 那第二個故事呢,也是那個 我的光額寫信給我的 他叫做Abel先生 Abel先生他說 2019年11月是 習情滿中年的日子 他學習吉他一年 然後很特別是說 45歲的起步相信比很多人都晚 他45歲才開始學吉他 所以如果你才20幾歲 30幾歲 真的都不嫌晚 他說,回想一年前才剛開始學小星星的情景 指尖、見真、皮簡 以及伴隨著疼動 這些經濟都是屬於自己的 當音樂聲再度響起 旋雨指尖交匯 蹦出難以想像的魅力感 每每都有不同的感覺 如果你正值25 真的沒有什麼是過不去的 或許聽聽音樂 哼哼唱唱的路就走得下去 覺得有音樂真好 生命不就該是為了享受人生而繼續嗎 特別分享這篇故事主要原因就是說 他其實並不是像我們一樣很年輕才開始學吉他 有些人我知道很年輕 可能國中就開始學 那像我自己是大學才開始學 那有人說我出生會才開始學會不會太晚 想跟你說其實不會太晚 像這位LBL先生他已經45歲了 可是他學的一年他還是覺得說 吉他非常棒非常的好玩 所以這是第二個故事 那第三個故事就是 我自己同學的故事啊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勵志的一個故事 他就是大學的時候開始學吉他 那時候就是加入吉他社 跟大家一起學習 那他非常認真啊 他上半年的時候 加入上半年他就趕快練了很多首歌 然後什麼他練很多首歌 他就是拿去彈給他喜歡的女生聽 欸就他那個女生聽了啊 聽了他彈的一首歌 那就真的就是喜歡他們兩個就在一起 那非常經典啊 什麼去九份彈了九份的咖啡店這首歌 然後兩個人就在一起 然後你就說喔那有什麼了不起 用彈吉他把面有什麼了不起 厲害的是說欸今年啊 好像就是知道說他們兩個好像已經就結婚了 對已經修成正果 然後踏入幸福的殿堂這樣子 而且那個男生也有繼續彈吉他啊 然後還買了聽說好幾把的馬聽這樣子 所以是一個非常勵志的故事 就是吉他真的是可以帶給人 歡樂的音樂類帶給人快樂這樣子 好這就是這三簡單的三個故事和你分享 希望聽完以後你會更有動力想要去繼續彈吉他 那如果是沒有基礎的 希望你聽完這個故事以後也會想要說 欸我是不是也該學個吉他 就要跟你說學吉他一定不會後悔的 好那接下來就來跟你講解說 我這系列的初學者課程到底會怎麼跑啦 你現在看到這支影片呢 就是我的第一支初學者影片 那這支影片非常重要 就是跟你說學吉他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 那接下來我會有十四部 欸十五部影片 然後依序的去講解 那首先有七部影片呢 這是一個比較基礎的影片 那什麼是基礎就是說 欸你只要開心的看完這七部影片 你應該就可以自彈自唱 就是完全不用有壓力這樣 那會有另外的七部影片 這個是什麼 這是設計給說 如果你想要好好的學吉他 你想要把你的基礎打好 你想要把你的樂理打好的話 那我在這七部的算是一個補充教材的部分 去把這些比較難的觀念 可能花一些時間去理解的觀念 在這七部影片慢慢的去跟你說明 所以說欸如果你想要開心的學 那就把這七部看完就好 那你想要扎實的學 你就把這十四部全部都看完 那在最後一部影片的時候呢 這個第十五部影片 我會跟你說 欸到底學完這些東西 那你的下一部要去往哪裡走 如果說要練Fingerstyle 我要練什麼編曲 那我到底該往哪一部走 我會在這支影片跟你說明 這個就是我這一系列的影片的設計 那我也為這一系列的影片呢 設計了非常多的講義 每一部影片都有一個講義 那詳細講義的理取方式要怎麼拿呢 就請看一下下面的資訊欄 我會跟你說要怎麼樣去理取這一份講義 那學吉他要永遠不喜歡玩 只要你願意拿起吉他 你就可以感受到音樂的美好 不管你是手大或是手小 你人是高是矮 你是年紀輕或是年紀他 你只需要給自己一個機會 你相信你也可以學會吉他 感受到音樂的美好 那我是Wen 我們就下一支教學影片見囉 掰掰